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諸葛亮的人性化戰術 諸葛亮啊 他就帶著軍隊埋伏在了邁野之中 凌晨一點的時候 郭懷終於發了信號 射了一支衝天砲 咻! 砰!的一聲 郭懷和司馬懿開始同時攻城 這魯城的軍隊啊 首先開始頑強的這個保護魯城啊 可是呢 豪溝淺的魯城啊 沒有辦法撐太久 於是諸葛亮啊 在這上面 在這城上啊 激戰正撼的時候啊 帶著軍隊直取這個司馬懿 司馬懿看到觀星向他殺過來 他立刻啊 往後一看 哎呦! 馬袋 司馬懿啊 知道 硬著頭皮 吹馬往左 拔出劍來 亂砍一通 咻咻咻咻 亂砍一通 這時候呢 才發現 前面原來是魏妍 救命啊! 這司馬懿啊 發出了呼救聲 這時候 郭懷就突然啊 一槍戳了過來 嗯? 魏妍感覺到 後面有一股寒氣 立刻啊 往左一閃 這果然啊 一支槍從後面 捅了過來 魏妍啊 把槍一夾 一刀就砍了過去 哎呦! 這郭懷以為 魏妍被這一槍就刺死了 至少會造成心理的打擊 沒有想到 他竟然還有精力這樣砍 郭懷立刻 他畢竟是訓練有數啊 把頭一低 虧給凶了下來 哎呦! 這郭懷嚇了一大跳 他立刻就說 我立刻再幫忙一下 大嘟嘟! 這時候呢 張和帶著軍隊就殺了過來 張和抵住關心說 為什麼我總是跟這個死冤家殺呢 這個司馬懿啊 總算啊 逃過了一劫 郭懷還有這個張和啊 總算啊 是突出重圍 可是他們的士兵都已經所剩無幾了 司馬懿就說 我們繼續堅守不出吧 郭懷就說 這怎麼行呢 我怎麼樣都驗不下這口氣 不如這樣吧 我們去把雍良二十萬大軍給帶來 他們的軍隊三十萬 我們的軍隊至少也有二十萬啊 那雍良的二十萬大軍 加起來總共有四五十萬耶 這樣子還打不敗蜀國嗎 那 司馬懿抓了一家頭 他就說 郭將軍你說的很有道理 我就叫孫禮去帶二十萬的這個槍軍來 就是雍良的軍隊來 是 郭懷啊 快快樂樂的去任命孫禮 去那 帶這個 帶雍良二十萬大軍來了 這個 諸葛亮啊 慢慢的呢 發現期限要到了 可是現在已經是緊張狀況 他立刻叫這個張毅啊 帶著一千人嘛 去幫忙 修這個 劍閣的戰道 另外派了王平啊 帶了 兩三萬人啊 去接應著張毅 至於 諸葛亮就說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洋儀 是 一百天的期限應該快到了 我得 叫大家 回去這洋平關 調度一下 可是不可以全部調啊 這樣子我們 被工程就死定了 所以 我們要分一半的 方式來調 哦 什麼叫做分一半的方式 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是 本來我們有八萬人 我們把八萬分成一半 四萬對四萬 我們把四萬先送回去 接下來慢慢等他們 增圓的四萬過來 接下來再把四萬給送回去 再等另外四萬過來 這樣子比較好 嗯 嗯 是 楊儀啊 成贏了半賞 答應了這諸葛亮的請求 可是呢 楊儀啊 告訴這士兵的時候 突然傳令兵過來就說 爆 丞相 孫禮帶著 雍良的二十萬大軍來了 雍良二十萬大軍 這麼快就到了 諸葛亮陷入了城斯 上幫城外面啊 城裡城外都是兵 城內是司馬懿 城外是孫禮 孫禮下了嘛 就告訴這司馬懿說 司馬大都督 我們已經到了 現在立刻去攻擊 魯城 然後啊 他們就馬不停蹄的去攻擊魯城 這另外四萬的軍隊啊 一聽到我已經來攻擊魯城啊 立刻忐忑不安 以前啊 當兵的時候呢 有休假 可是呢 如果遇到了那 823炮戰 單打雙不打那種 我告訴你 那種情況叫做 戰況提升 戰況提升的時候啊 軍人的休假都不能夠那個喔 軍人的休假是不可以 不可以執行的 而且沒有辦法後補休假 咳咳 諸葛亮的軍隊面臨的就是這種狀況 這些士兵啊 就立刻就說 我們不願意回去休假 諸葛亮要怎麼辦呢 請見小小分享